花蓮县北区公教退休人员协会召开了第六届第二次会员大会及选举第六届的礼监事 县长徐正蔚受邀出席 他感谢退休公教人员为台湾行政公务体系长期以来的奉献 也希望所有军公教持续可以为中华民国奋斗 让台湾所有家庭可以平安成长 花蓮县北区公教退休人员协会召开第六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现在宣传表示根据宣传院主计处家庭收拾调查 花蓮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 其中五年所得成长幅度县市排名第六 较台东排名第九以及伊兰排名第17为家 对交通不变的县市其实不易 他期盼中央尽数落实东部连外道建设 让人民安全并且招商引之 产业进驻提升花蓮的经济水平 我们班科长全部提到九支的 中间还有一个储备的人员就是专员 所以专员就是八支的 之后的科员就是七支的 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在做 花蓮县已经经过我们的这个人事准处 全区楼果 所以我们明年还有一些科还没有专员的 我们明年一起做 为什么 就是让我们的公务员能够好好的循庆接近 能够把他的心都放在我们的公务体系好好做实行 现在学员表示为珍惜台湾最优越的公务员 欢迎政府支持军公交的决心态度是坚定不变 也是第一个向大法官提出事先的地方政府 捍卫及维护退休公交同仁尊业以及退辅权益 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